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果不其然 上一條影片我提到 我不猜比數 儘管看是不是真的贏得到外滑多 喂? 真的贏得到 贏了3比1 只比我們想像中要輕鬆 很簡單 如果萬聯接下來這個賽季 就是31場聯賽 我31場都不猜比數 或者31場都猜他輸或者和 我們今個位置的戰績一點都不令人絕望 大家放心 其實賽前這場球 真的剛剛輸給巴薩克輸氣 其實 對於蘇斯卡查的壓力是空前那麼大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蘇比經常陷入危機 被人解僱後就打得好 但其實他之前可以說有兩次危機 一次是他剛剛由Caretica 轉正之後 那一段轉正就不斷輸 但當時他也有很多傳媒幫我說話 因為他剛剛接手 其實不穩定是合理的 即是磨合上還未做得好 第二次就是上季季初 即是開季之後以為他會反彈 但也是打得很差 但當時還有一些藉口 因為他的隊員 人腳上還未完整 正選還在用蓮加特 用皮尼拉 其實你踢得不好 又相對有借口 但這次這個情況又不一樣 即是這次賽前 我真心覺得他如果贏得 是有機會被人解僱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人腳上已經足夠了 你看看今場對我就是華盾 後備籍 我們排在是雲迪碧克 普巴 馬迪 卡雲 其實很難說你不夠人用 正選的11個當然是 水準是不錯的 每一個人稱出來 在英超 其實不可以說是不夠水平的 而且時間上已經給你了 蘇斯亞查尼到 兩年了 再用磨合不夠 就不能夠成為他的藉口 所以這次 贏了這場 我覺得是真正救回蘇斯亞查尼的一場 之前那幾次其實就不太危險 今天這條片當然是分析這場球 但是分析完這場球之後 很想說一下隔年活的問題 即是今年的隔年活 GREENWOOD仔 整個參與度明顯比上賽季少很多 今天這場球 直接連大名單都沒有進入 我們待會說完這場球 就探討一下問題出在哪裡 這次這場 我們首先說一下曼聯的部署 我用了反撲歸真四個字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次隔年活沒有進入大名單 理論上我們只剩下兩隻右翼 一個是馬達 一個是丹尼詹斯 丹尼詹斯 丹尼詹斯前幾場 打得差後 都幾場是沒有出場 所以看到蘇斯亞查 對他的耐性應該都差不多 差不多打他入冷攻 另一位馬達 上一場對巴薩克舒希 打得非常差 我拍片都說了 無論我多喜歡他 其實我真的都罵了他 他真的打得不好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根據蘇斯克查用人的思維 這場應該是會棄用他兩個才是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只會出了4-3-1 令我有點意外 可能對於上次對阿仙奴那場 即是阿仙奴那場用4-3-1-2 比較失敗 進攻打得不好 所以這次他就回到基本步 用回4-2-3-1陣容 我印象中都不知道多久沒有試過馬達 背靠背一場勾戰一場聯賽連續兩場正選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告訴我 真的很久沒有試過 我們看看這場蘇斯亞查選的陣容 很簡單 即是繼續用回連續洛夫馬 麥加亞兩個中堅 事實上他最近幾場 又真的明顯是穩健不少的 兩集沒有選擇之下 雲比沙加和索爾 其實都沒得休息了 以及索爾最近兩場比賽 雖然巴莎輸起那場輸 但其實他也有一球是助攻得很漂亮 今場照版主的碗 來了一球一模一樣的全中助攻 看到索爾的狀態不錯 但他今場是無奈受傷 中場繼續用回今季最穩固的 麥托文尼和菲特 第三個一定是Buno 前線兩個R10和M9 都不用說了 必然正選 這套陣容 其實我感覺是今季最穩固的 最令我放心的一套陣容 今季英超打了七場 三勝一和三負 其實在四場沒有輸的比賽 即是三勝一和的比賽 其實有三場基本上是這套陣容 我們來看看 第一場是4比1對劉卡素 其實那場比賽也是4-2-3-1 跟今天的分別 只是詹姆斯取代了Marsiel 因為Marsiel停賽 另一場 0比0和車路士 其實都打得好 即是那場我輸 和球失了兩分 是很不值的 那場陣容也跟今天一樣 只差詹姆斯和Marsiel 只差詹姆斯取代了2個位 今場代了華爾頓 即是第三場 三場比賽也是不錯的 其餘四場 輸或有一場贏 但贏白賴頓 贏得不好 就是在其他陣容 包括 麥湯 或者普巴 或者普巴加馬迪 中場陣容和今場 是完全不同 甚至陣容不同 有時候用4-3-1-2 所以看到 試過這麼多的組合 其實麥湯加費特 這一隊的組合 是比其他組合要好 即是戰績是明顯看得出來的 除了今季之外 其實上一季 如果大家回想回頭 在普巴還沒復出之前 其實麥湯 費特加班奴 我記得有一條影片說 新的中場鐵三角出來了 即是上季已經有一段時間 踢得好 今季再踢得好 我自己覺得 麥湯 費特加班奴 班奴 一直都已經地位很高 但麥湯和費特 已經能夠 在蘇斯亞茶的心目中 奠定一定的位置 以及在球迷心目中 包括我自己 我對他們倆是信服的 當然他們技術不是最好的 但用出來的效果是最穩陣的 即是最難輸播 另一方面 馬達雖然不太亮眼的表現 但比較起來 如果你跟他 跟詹斯比較 一定是選馬達 詹斯那些 自己衝進去人堆 起碼馬達不會太多 還有 今場第一球 即是 班奴頂入球 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馬達是過了 去左邊幫忙 那邊箱 可以解放了班奴 班奴才有空位 可以走入禁區 去頂這球 搶這球 頭鎚入球 所以馬達出來 如果你不介意右路空 其實他對於班奴 是有一種解放的作用 我自己覺得 好幾場已經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 雖然馬達未必是 長遠解決右翼的 最好的人選 但 最近這段時間 未買到新右翼之前 我相信今季用他的機會 會多了不少 好 我們又說一下愛華頓 其實愛華頓 最近這段戰績差了很多 除了李策利神 今場也沒有出的 紅牌停賽之外 其實之前幾場也有不同的主將 受傷或停賽 包括左閘的Dini 還有右閘的高文 其實占士也停了一場 所以他們最近的戰績差了很多 近三場是沒有贏過的 跟季初七連勝那段 相差很遠 今場愛華頓 依然是排出最普通的陣容 即是今季大部分連勝的比賽 都是用這套陣容 4-3-3陣容 在李策利神 紅牌停賽之下 只能以其他球員代替他 其實上兩場 安策諾提用過愛華頓比 其實效果非常差 輸給修咸頓0-2 還有柳卡蘇 他又試試出多個中場 即是出了Fabian Delph 其實效果也不好 那一場轉了4-3-2-1 聖誕樹陣式 都是輸給劉卡蘇 所以今場他選擇了 另一位巴西球員 就是Bernard 來代替 其實Bernard 個人表現真的不錯 今場的愛華頓入球 其實是靠他個人能力 去爆破了魂比沙加 而射入近處 但除了這球 其餘時間 他在左邊 都踢得不錯 跟左閘丁尼 其實對魂比沙加 都令魂比沙加很狼狽 但始終他的作用 跟李策利神相差很遠 即是他沒有辦法 進入禁區的幫手 所以看到卡華特利雲 其實是孤掌難名的 他不是真的做到什麼 我們對比卡華特利雲 其實近這幾場 他的表現都差很遠 這三場球 只有1球 跟他季初 前五場聯賽 進入7球 其實是相差很遠 而且射門次數也不一樣 前五場 他長均射門有4球 但近三場只剩下兩腳 所以看到 其他球員 真的沒有辦法 做到李策利神的作用 所以今場球 加上詹斯上場 狀態一般 所以愛華頓 其實也沒有辦法 他用是用盡的 但是人腳上 跟他們全隊頂盛的情況相比 是有一定的打折扣的 好了 賽後分析 老實說 這場球剛剛提到少許 雖然 贏3比1 但我真的覺得這場球 不是比數上 贏得那麼輕鬆的 如果大家有看這場球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5球 特別上半場 大家的機會都不算太多 還有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這場 不是贏得那麼輕鬆 甚至 我覺得不需要去慶祝 第一件事 當然是 我們中過很多次 贏一場球 就不代表什麼 一場半場 你去慶祝 下一場 他真的會輸給你看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第二個原因 其實 這場球 基本上 都是一場 我們偏向手勢的比賽 即是 控制節奏的是愛華頓 但我們防範 再次是用效率取勝 並沒有太大的統治力 其實這場 大家可以看到 統計數字 控球率45比55 愛華頓佔優 傳球數字 全球成功率 都是對方佔優 對方做得比我們更好 相反 犯規數字 我們只有19次 對手只有12次 即是我們很出力地防守 甚至有些超技術 才能阻止對方 可以看到 我們真的 不是控制著長球 來踢架 今場勝出 是贏在什麼 我真的覺得一樣 就是中場的效率 是贏了對手 其實今場的廢特 我真的覺得一次比一次好 今場 差不多是代表作 除了防守上 即是球到人 每一球都看到他搶 拍到五球 甚至四六球 他都搶贏 除此之外 今場的進攻貢獻 大了不少 大家記得 印象中最深刻的球 一定是中場 一個長傳給福仔 福仔的球 把握得非常差 一個單刀 都沒有人分析 他們一腳 打開 散開 BFOOT的正中間 所以 這些長傳 可以看到 費特 都敢去做 他用球越來越好 數據上 81次足球 全場的中前場球員最高 兩次 Key Pass 其實 對內 可能僅持於 班奴 剛剛說的 長傳是其中一腳 61次傳球 也是全場的中前場球員最高 91%全球成功率 其實是我們曼聯隊內最高 只是這幾個數據 已經可以看到 費特這場球 踢得有多好 真正開始 步入全能中場的境界 不只是防守 另一位拍檔 麥湯 這場沒那麼出彩 但基本上 都是穩陣的 一次被搶走的球 Disposition 都是沒有的 全球成功率 85.7% 其實都算不錯 還有 就是 班奴 精準的走位 那球頭鎚入洩 非常出色 還有 另一次 略為幸運的 一球斬球 但入籠 複仔好像 插到和插不到之間 但我覺得他插不到 有一點點幸運之下 還有第三球 很冷靜地分給卡倫 幫他開齋 其實 班奴的表現已經回來了 今場可以說 進攻是靠班奴 防守是靠全隊 這場 事實上 對手 我覺得踢得不算太差 中場搶截上 其實對手艾倫和朵高利 分別都有六次的打擊 這個數據 他比全隊高 兩隊加起來 已經比全隊多 但另一位 中場 施格辰 就踢得很差 我自己覺得 施格辰這場 完全隱形 再加上右手邊的占士 不知道他不太好 或者因為沒有了 李策利神 他又沒有了 打擊去傳播 占士 也是比較失色的 所以 兩位防中 踢得好 但兩位進攻中場 就踢得差 這場 是沒有特別的威脅 剛剛看到的數據 射門 雖然他們控制 但射門數據 跟我們相比是差 最後 雙雙兩位進攻中場 都被換走了 詹姆和施格辰 都換走了 換進來的 前鋒 杜森 都沒有特別的 用波 也沒有射門機會 反而對手 最強的就是左路 丁尼再加上Bernard 兩個都被弄到雲比沙加 都可以說是近幾場最狼狽的一場 很多球 被人超過的都挺辛苦 其實有機會可以輸到一兩球 這場就說到這裡 我們再說說 格連活 格連活這場沒有入名單 我自己感到非常意外 真心意外 因為賽前沒有說到他有什麼傷病 而上一場Bernard 輸起那一場 其實他也不會太累 賽後記者會有記者問蘇斯卡查 為什麼格連活這場不在呢 他給了一個解釋 挺奇怪的 他說他賽前的訓練非常好 很健康 很健康 但在臨比賽前 他就通知球會 說他不舒服 格連活說自己不舒服 這是蘇斯卡查所說的說話 很耐人尋味 這件事其實是不常見的 無緣無故自己說自己不舒服 我在Telegram Group都說了 我自己覺得 像什麼呢 就像學生 突然間炸肚子不舒服 就不上學 那種 小朋友的感覺 如果一個正常的球員 不會這樣通知球員 你怎麼都應該回去報道 驗到有傷 或者驗到你發燒 然後才不讓你踢 很少會突然說 教練說自己不舒服 這件事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有點像是紀律的問題 會不會是他那天晚上做了什麼 或者是打得很晚 狀態不好 令他自己覺得踢不到球 今季格連活上陣 看看數據 非常少 時間只有366分鐘 其實已經踢了12場球 今季7場英招 加上歐聯賽 加上聯賽杯 12場球 加上1080分鐘 還未算上保時 就是說 366分鐘 對比1080分鐘的上場時間 其實出場時間只有三成左右 對比上季 上季總出場時間 加利本是2744分鐘 如果計算一季有50場球 加上大概4500分鐘 其實上季出場時間 至少也有六成 還有就是未算上季 即是季初那段 出場時間不多 甚至有時會落到U23 去跟操 以及有踢過U23比賽 所以上季 比今季出場時間多成一倍 我專門調查各大網站 足球數據、統計的網站 也沒有一個網站說 今季的加聯活有任何傷病 少少少少的傷痕都沒有 調查官網 其實也沒有說過加聯活有傷痕 如果沒有傷痕 又出場時間突然少了一半 其實只有兩個原因 要麼就是他競技水平的層面 可能輸了比其他隊友差不贏 但其實我們今季是沒有買右翼的 JIMS又踢得差 馬達也不是踢得特別出色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競爭 如果右翼 隔年活出幾場 大家都看到 後備出場的比賽 都頗固的 看上去是適合的 所以應該不是競技層面的問題 不是競技層面 就一定是場外因素 是什麼因素 聯想到的 真是沒有辦法 之前國家隊那件事 叫女生上酒店 之後再一宗吸笑器那一宗 我相信除了這兩宗 可能蘇斯亞茶會見到 其他我們見不到的東西 包括他訓練 可能遲到 也有傳過 他遲到 或者經常早退 那些 還有就是 會不會他訓練上 很不積極呢 這件事都是死症 教練在訓練場上 是最討厭這件事 如果我是教練 哪個年輕人 不勤力 其實就不用踢了 那麼 如果真是紀律問題 我真的對隔年活 非常擔心 其實上季的表現 大家都認可 今季 給了一件十一號球衣 傳奇球衣 就是傑斯穿完之後 給你 其實教練團 真的相當看得起你的 如果 隔年活自己不珍惜 我覺得 這個 又可能 是一個 兌現不了自己 天賦的天才 其實我們很多 當年 幾多的前輩 讚奧沙 都可以是天才 還有很多 支持拉菲摩利神 其實不會比他差 所以 我覺得隔年活 今季 是他自己 看他自己的做法 他自己不把握 都是這樣 希望 蘇斯加特可以帶他上來 教醒他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大家記得幫我繼續支持我頻道 留言 Like 可以加入我們會員 之後 我會開Patreon 再跟大家公佈 下次再見 拜拜 了 先 注意 請 請 請 那 對 废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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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